中巴建交50年以来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今年是巴西戈亚斯州与中国河北省成为友好省州的第25周年 长城国际传播中心记者深入戈亚斯州 专访戈亚斯州工商部部长乔尔贝尔霍先生 一起聊聊戈亚斯州与河北双向奔赴合作共赢的那些事 我们戈亚斯州工商部主要负责这里的招商引资工作 无论在工业商业界还是矿业界 我们的最大的合作伙伴就是中国 我们州55%的出口都是跟中国对接的 我们州长罗纳尔多·卡亚多 去年11月份带领50名工商界精英的团队一起到河北省考察 在那个时候也和许多中国准备来这边投资的企业 签了很多合同 我们和中国很多企业合作 既可以实现经济发展 又可以对环境保护有一定的作用 可以更好的为我们州的绿色经济服务 电机厂 新能源水电表厂 拖拉机厂 矿业公司 乔尔菲尔霍先生说起这些 中国在戈亚斯州建立的合作工厂如数家珍 谈起他认为今后在戈亚斯州发展空间最大 最有潜力的中国产业 汽车制造行业首屈一指 我们每年现在中巴商务贸易都在迅猛增长 尤其是在矿业和汽车行业 比亚迪奇瑞长城汽车还有新能源太阳能板 这些企业都对我们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奇瑞在我们州阿纳布里斯设立一个厂 奇瑞目前是生产燃油车 未来会生产电动汽车 在我们另外一个州叫巴伊亚 正在建设比亚迪的工厂 在建厂前 比亚迪车在我们巴西就已经很受欢迎 等厂子建好之后 更是前途不可估量 我们州长也在换公共汽车 正在购买比亚迪的电车 替代以前原始的公共汽车 除此之外 在肉类 豆类 鸡类 鱼类等农业各方面 戈亚斯州与中国的合作也全面升级 据统计 2024年前三个月 戈亚斯州和中国的贸易额就达到了10亿美金 占到了全巴西总贸易额的10% 谈到未来合作的发展前景 乔尔菲尔霍先生认为 高科技 新能源 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 将会是发展重点 我们希望以后在高科技方面加强合作 药剂方面 我们这个州是在巴西药业方面排名第二 与中国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在能源转型方面 我们有很多矿业 可以为中国提供很多的服务 在人工智能方面 中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些合作以后对我们州都会带来许多好处 乔尔菲尔霍先生介绍 随着戈亚斯州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在戈亚斯州的联邦大学以及州立大学 都开设了汉语专业 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 并且在戈亚斯州州长罗纳尔多卡亚多先生的带领下 戈亚斯州外事办也正在和河北省外办商谈 设立戈亚斯州驻河北办事处的相关事宜 回顾过往 中国河北和巴西戈亚斯州从1999年至今 25年的友好省州交往 为两地带来巨大发展和商机 在中巴建交50周年之际 河北与戈亚斯也将成为中巴双方合作典范 持续深化有益 期待共化未来 稍等会 锃巴参方合作典范 共化未来 故事 迅速 河北